呛辣风格真实呈现 新闻呛一下 周玉寇呛新闻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跟我们呛一下的周玉寇呛新闻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为各位请到两位非常难得的贵宾 他们是要回国参加 是这个乔务委员会议 108年的乔务委员会议 在14号 也就是今天下午到17号 要在圆山饭店举行 这两位来自美国 一位来自洛杉矶 一位来自旧金山的乔务委员 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 现在是女性当道 不管是地方的议员 或者是中央的总统 或者是乔务委员 为各位首先介绍的是 来自洛杉矶的乔务委员温玉琳 玉琳你早 早 可可姐早 好 非常欢迎你 玉琳同时也是 洛杉矶的台美商会的名誉会长 北美洲的台湾商会的联合总会的秘书长 在洛杉矶已经有 乔务多少年了 39年 哇 欢迎 谢谢 第二位介绍的是李汉文 他是旧金山的乔务委员 汉文早 OK 可可你早 各位听众好 好 非常谢谢汉文 他在美国其实经营一所中文学校 对不对 对 我有一所自己的私人的学校 好的 现在是南湾的同乡会会长 而且是民党的美西党部的执行委员 两位来参加乔务委员会议 现在我们非常想知道 在美国的台湾人到底怎么看中美贸易战 特别是两位 尤其是温玉玲委员有贸易 跟商务上经验 跟很多台商有接触 到底对我们的台湾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汉文也告诉我们 在中美贸易战当中的台美关系 不管是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 或是刚刚通过的台湾保证法 到底对台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中美台之间有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不过因为昨天中国宣布 对美国进行报复性的行动 所以它宣布对600亿的美元商品 加征关税到25% 因此昨天的Dow Jones大跌了有600点 到底这场贸易战会怎么样影响 全世界对于全世界的所谓的经济 都会有什么冲击 台湾有没有准备好 台湾准备好的话 那当前的政府跟民间 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等一下再请两位的意见 好的 对不起这个玉琳跟汉文 我们先跟石静文小姐连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去参加汪洋 被形容为是训事台湾媒体的 这场活动的参与者 那可是他认为其中有一些误解 那静文是过去的台中市政府 胡志强做市长时代的新闻巨长 那怎么样会去参加这个会议 而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的 大部分人都被 全部人都被骂 臭头了 这个 那静文要有他的说辞 静文长 早 静文长 好 非常谢谢你 你是在几年到几年做新闻局长 台中 我是 你说99年到2013年吧 应该是99年的 对 这个胡志强的最后一届 对不对 我基本上还是新闻人没有错了 但是我目前其实等于半退休 我是还在担任世界一期的作家协会的荣誉顾问 那这个荣誉顾问其实就曾经做过这个理事长 我们大概是当然的荣誉顾问 对 我这次去这个就是联案媒体高峰会 其实也是用这个名义 那我先澄清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媒体 有的写我是天下达职顾问 有的写我是天下文化远见达职顾问 对啊 基本的这个求证都没有 因为大会手册上我写的就是世界一期的作家协会 然后我觉得对这个天下达职跟远见达职 造成我自己很多困扰 是是 对 好 所以先澄清你当时 是谁邀请你去的呢 那你们去了之后被骂得凑头 我也说你们是被同战 然后要为一国两制这个 来这个宣传 然后要和平统一 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要还原一下 我觉得所有的台湾的媒体 这个讲这个 所有的参加的人这个被训斥啊 这个女士听讲 我觉得太太沉重啊 事实上那天其实应该是这样的时候 因为在中国他们的 就是你每次开会的时候 他们都很习惯要先打 拍个大合照嘛 然后代表主办方人写办方的 那就汪洋就上去讲话 那通常你讲到很正式场合的时候 其实 整个人讲一下话 你也不会很注意听 那那天汪洋讲话实在非常地直白 但是你在现场不觉得很奇怪吗 当然觉得是有点 哇怎么讲得这么直白啊 可是我们其实就是在 那个是一个在拍照的场合 就是一个open拍照 大家其实都已经就是站在 你知道昨天那个谁啊 我在一个节目里面 他不过我说那个 他就喜欢那很像那个合唱团 就是你有一两百个人在合唱团 然后就有架子啊 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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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觉得去拍那种照片是很怪 可是你先去参加了嘛 那大家都其实站在那个台子上面 然后就是第一排就是一些所有的长官 是坐在那边的 对 你蔡明啊 胡志强啊 这些人 对对 然后他们就站起来 只有汪洋先讲话 那有人就说 你们怎么不抗议 我是觉得 那个已经很挤了 你怎么从那个很高台上跳下来啊 昨天有一个新闻人 他也觉得说 他其实他在思考说 到底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是一个采访者还是一个 对 你到底是采访者还是被采访者 还是一个被工具 统战工具啊 诶 静雯啊 我们是老朋友啊 我问你了 老朋友你说没问题 这明明就是一个统战的场合嘛 你们就是被统战嘛 那第二被人家讲那个话的时候 你们事后可以联署吧 我告诉你 如果是我 那我就事后联署啊 那荣甫天他 这个我的老朋友啊 联合报老同事 他在脸书上也为自己喊冤 那你们大家就 就写一个声明说 你们反对汪洋在现场 像你们那个训事要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要宣传啊 找蔡野铭算账啊 叫蔡野铭这个领衔啊 为什么大家都没动作嘞 对啊 应该在我脸书上 你同意对不对 要不然你们这一生啊 这个 我还有 好你再说 其实我 你知道我一直在跑进 我其实把我的事 比较偏扯在文化影视啊 所以你为什么会去 我觉得这次 我觉得这次因为 它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 员州论坛 它其实是以那个 影视文创为主 影视文创 对他们其实把我分在 是综合组的 所以我才不知道 听这个综合组 没什么好听的 我就跑去那一组听 而且我确实听到几个 比方说我给你解释一下 有个Cinex 它其实是台湾三个 做纪录片的 对做纪录片的 我觉得他们的时间 他们要做一百步 也即将快完成一百步 我觉得听到他们之后 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些 非常不错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也喜欢纪录片 我也做过台湾纪录片双年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广义基金会的那个 杨忠恒 他也是新闻介出 我这几天因为我自己在做 我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发现 他们是在做一些文化艺术的推展 展演 做了很多事情 那其实反而我在台湾 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他们 那在这个圆桌论坛里面的时候 其实谈到蛮多的 那我觉得还有就是 20我忘记 就四年前第一次 这个峰会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有参加 那时候刚好就是 马其会的时候 那很多很多总编辑 社长当时大家就觉得 都有去参加 那一场因为已经 已经形成到那里 然后后来才宣布马其会 那当时的时候 他现场他就马上做 即时的live转播 可是当然我觉得 中国的新闻 中国大陆新闻 是有怎么比得上台湾 那当时他就先是 习近平讲话 讲完他就是马总统讲话的时候 他忽然之间 网络就断了一下架 对 其实当时 当时我们的代表里面 就有去反应 说你这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 台湾的新闻介绍都很败 都要被这个 都要被羞辱了 所以你 因为我跟静文是好朋友 他是胡志强时代的新闻局长 因为他的这个身份 其实不是天下杂志 后来我看那个 新闻查核中心 也帮你做了更正 我昨天就一直在去 天下杂志做更正这个部分 邓长富 他已经不是华世文化的董事长 他是以前的董事长 那 我的问题是 我的手段上写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天下或元件 我上面写名的就是 是你写 做家杂志 你也同意吗 这些参与的人 我觉得最好就是 有什么邱家瑜 这个蔡英明 联合声明 反对这个汪洋 对大家进行训事 如果说我会这样做 谢谢你啦 静文 以后参加这些活动 要小心一点 谢谢你 拜拜 好来请教汉文 你在海外 这个老共的统战台美 他是从台湾统战到美国吧 你有经验吧 两位 你说 这个我想 中国共产党政府 他现在积极的对台湾统战 因为台湾的政治的实体的存在 对于共产党的政权来讲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不管台湾哪一个党当执政党 都是老共的招数都是一样 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不仅是在台湾进行的 极力的渗透 借用各种的方式 那么在全世界各地 只要有台湾去海外的华侨的地方 他都是也是极力的渗透 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情况 但是呢 你知道我们从台湾去的侨胞 都是像温馨的一群绵羊 我们就是采取 就是不理不睬他们 是这样 那当然呢 有一些台湾侨胞就比较敢说 就是敢抗议 或者是办理就是一些抗议的游行 像我们 你们在海外还办抗议游行 办过好几次 就是最大的呢 就是有好几场的千人的游行 他们都透过什么方式 在旧金山做这个媒体上的统战呢 OK 很简单 因为在海外 我在美国还有在欧洲 他们没有办法像威胁台湾的侨胞 像威胁台湾人民一样 军舰在台湾海峡走来走去 飞机在台湾海峡中线飞来飞去 他们不能嘛 他们在美国跟欧洲能够做的就是文化统战 跟语言统战 他们是用 他们所谓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的软实力 来蚕食侵吞 我们外交部跟侨委会在海外 经营的非常非常多年的侨舍 反正就是要把你这个中华民国给消灭掉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这么简单啊 对不对 那我们要进广告了 等一下我们就来请教这个 继续请教李汉文侨委员 跟温玉玲两位侨委员 就是我不觉得新闻的自由的前提是 背叛这个国家 而且老实讲 参加这些活动的这些人 很多人是我过去的认识的朋友 其中有人曾经离开报系去办首都找报 其中有人当时在我的报系里面 他们是被我们的报老板请来做年轻的记者 是因为他们对本土政权的热爱 跟他们的信仰 结果这些人全部都变了 他们还曾经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 这些民运分子的拯救者 他们的记者 曾经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 被榴弹波及 这两个报系叫做中国时报跟联合报 事实招然 而所带对的叫做蔡衍明 你们这些被带对的人 变成蔡衍明利用的工具 居然出来还不敢哼一声 只有石静雯还敢说自己是被误解了 其他人呢 我们进广告 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媒体交流 我是赞成的 文化交流 我是赞成的 但是有一个底线 那个底线就是你不要吃我豆腐 就是当政协主席汪洋吃台湾人的豆腐 吃台湾媒体的豆腐的时候 你们这些媒体人 你们在台湾凶的跟什么事的 你们还是两大报戏的 又是什么TVBS的 又是东森的 又是这个中天集团的 你们还有中视公司 还有什么 结果没有一个人出来抗议 丢不丢人啊 我坦白的就说 我逼你们大家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么久 你们每一个人真是丢连到极点了 我要请教这个除了汉文之外 温玉玲是洛杉矶的这个 侨委员啊 你们这次刚好回来开侨委会议嘛 怎么凝聚人心 凝聚人心就是告诉我们 自由民主人权多重要 不可以被金钱给收买 不可以被统战给诱惑 不可以被金吞蝉食 不是吗 在洛杉矶应该也碰到这种状况吧 海外台湾人 被中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埋通 是啊当然 然后当然现在 我们大家对这个反共的意识 有很高昂 尤其是现在这个Trump 他现在在美国就是 你能奋力的作为之下 不过呢 中国大陆有利用这些 我们叫做路桥 来渗入我们的一些桥团是 常常的事情 他们都怎么做 我就像说 舞蹈协会好了 你说洛杉矶有一个舞蹈协会 舞蹈协会 然后 就是没有我们乡土的舞蹈 然后都是不同的 minority的舞蹈表演 那这样也是让我们 常常的去看到他们表演的 这些present 中国文化 少数民族的舞蹈 对 在洛杉矶的华人侨团里面来演出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是要警惕 然后就像中文学校也是一样 用简体字啊 这方面的 就刚刚汉文所说的 就是透过你同种种的这个方式来进行 当然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traditional 繁体字的 不过他们就是会推广 这样比较方便啊什么的 然后当然还有在 我们台商系统里面啊 也是统战啊 就是招待台商到中国大陆去 哦是啊 参访啊 这个每年都有不同的邀请 所以这个落地招待 已经变成他们非常经典的统战手法呀 是是是在不同的领域 对 然后这些台商 现在有中美贸易战 对不对 那在洛杉矶 因为你个人是 洛杉矶的台美商会啊 做民意会长 以前你做过会长嘛 对对 然后也是北美洲台湾商会 联合总会的秘书长 这个全球的台湾商会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结构啊 是是 那每一年在不同的地方 举行这个总会会议 对 那这次中美贸易战 对于我们在美国啊 这个经营事业的台商来讲 特别是洛杉矶有非常多的贸易商 其实是跟中国下单的啊 对不对 对 那所受到的冲击要怎么样的来因应呢 这个问题就是已经浮现了 对那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们啊 做贸易商的他们因应的方式 可能就是要转移他们做贸易的贸易的货品 啊下单的地点 对那这个是现在最明显可以avoid这个 的地点据的贸易的问题 对对! 但币泰山他们在中国大陆还是有厂商啊 对! 所以他們没有办法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动然他们就是可能把价钱提高 哦! 不过这个就是已经一个问题 而且当然以前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税没有那么高 那现在就是因为川普的方 他的方法 所以呢 大家就是会 对这个事情非常的 其实大家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吧 其实应该是有 应该有嘛 对 要做好的话 那这个中美贸易战已经展开 而且现在双方已经互打了 现在这个美国已经宣布600亿 这个美元 这中国宣布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要增加到25% 那这个习近平是宣布2000亿的 这个中国产品要增加到25% 其中呢 其实台湾的这个电子五哥 全部都受影响 所以台湾本身也会受影响 那海外的台桥也会受影响 刚才讲到所谓反共 那我要请教这个汉文 因为我访问这个李纯啊 博士他好像在这个洛杉矶上个礼拜 也去演讲嘛 5月10号 他是WTO的中华金研究院的 这个谈判的副执行长啊 小组的 他跟我说 那个传统基金会 本来是反中最强的一个 传统的基金会 它是一个比较右派的嘛 对 他说那个美国的智库 现在都在骂传统基金会 不够强烈 你怎么看 全美都是反中的氛围 我觉得全世界在台湾 最爱中国的是台湾人 台湾的媒体 那些媒体 怎么会这样 我想 我想可能就是第一个 就是 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先想说 为什么 我们在台湾的国内的 台湾人民 还是对中国那边那么友善 对 我想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说 消息的资源的收讯来源 不够丰富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媒体 他有的时候 在释放消息的时候 他是有经过过滤的 还有经过筛选的 像中时跟联合报 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还有就是 我们要进广告 不好意思 这是你讲到重点了 就是他对这个媒体统战 甚至于用利益交换 专案交换方式来 对台湾的人洗脑 是最便宜的方法 马上回来 新闻呛一下 朱玉寇呛呛新闻 好 在上个礼拜的 我的节目当中 我记得 WTO中金院的小组的副执行长 李淳 他曾经讲了一个让人 听起来其实很好笑 但是也很哀怨的一个题目 他就是说 美国传统基金会是 历来这个 美国里面最有历史的 反中 反共的一个智库 那结果他这一次去 美东演讲 参与跟智库的人 交换意见 才发现 其他的智库都认为 现在美国传统基金会 的反共反中立场 还不够坚强 太中间了 太软弱了 你看看 在全世界最不反中 最爱中国的 就是中国要把你并吞掉的 台湾 我觉得实在非常不可思议 刚才李汉文 这个乔务委员 他来自揪金山 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因 你说三个原因 第一个方向就是 媒体被他 这个 所控制也好 或者说 所垄断也好 或者说垄络也好 或者是用蔡英文的 压力说 来讲话 就是媒体传播的讯息 让台湾人对他有好感 这是事实 他这个 然后第二第三 OK 还有就是他 利用舆论 街头巷尾的舆论 他那个是 共产党的老招数 现在在台湾 也在用 他可以 随时随机制造 就是说新闻 或者是一个现象 然后让民众 民众自己去传播 是这样 然后第三点 我就是要讲的 就是说 因为台湾人民 现在社会发达了 那么台湾人民 现在就有 有一部分的人民 他们就是比较 注重一些物质 跟金钱上面的 看法 就是他们认为 这样也没有错 每个人都想要 多赚一点钱 多拿一点钱 难道不好吗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政府 在这一方面 他其实是 已经经过多年的 细微的观察 他非常知道 台湾人民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你看 然后什么可以被影响 什么不能被影响 中国去玩11天 只要付16000元 这是书店 揪大学团 那这个是台大学生说 这个 这一家在台大周边 经营多年的书店 秋水塘 然后办理统战团 那要到三峡 北京重庆 机票时速 只要16000块 台并 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他这种方法 已经经营了 从2008年 马银九上任 九二公司 一中各表 两岸所谓的 这个降低敌对关系之后 就是在做啊 所以就入导入户 入脑 然后入人 就把你全部都带去 去了之后 让你看到 他想让你看的中国 是不是 他不想让你看到 你就绝对看不到 对 他要让你看的 你不想看 你也会看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嘛 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 他透过教育文化 语言 还有旅行 等等各方面呢 他等于是就无孔不入了 对于台湾人民的 心灵上面 的这个洗脑 还有动用 就是人情公事 温情喊话 慢慢一点一点的收复 台湾人民的心 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在中南部 对 非常严重 当然中南部的问题 刚才我提到了 在这一次去 聆讯这个汪洋的 一国两制 要多宣传的谈话当中 里面的广播电台 都是中南部的广播电台嘛 那其实国台办的人 他们是有计划的 那他们也曾经跟我说 其中有一两个人跟我说 他们对台湾的中南部的理解 他说寇姐绝对比你还要熟悉 我也承认 因为他们把每个地方都走遍了 所以要请教来自洛杉矶的 温玉玲这个乔武委员 就是其实美国现在他对于中国的这个抗拒 或是反中的这个立场是两党一致的 他通过了台湾保证法 前一阵子台湾旅行法 对台湾的这种民主的盟友的这个支持 也是非常强烈的 那感觉到美国人对这样的态度 是强烈支持的吧 对这个川普现在这样的立场 是的 虽然美国两党都是互相攻击 然后呢 可是他们唯一两党都有共事的 就是Anti-Communist 哦你看 是 他们怎么样发现 怎么样觉悟的 发现过去三十几年来 这个喂糖果 这个喂奶水给中国吃 结果中国这只老虎 现在反过头来要咬美国 是因为这样子吧 对不对 应该是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 除了台湾关系法 是今年四十周年 对 不过之前成立的台湾旅行法 对 跟现在的台湾保证法 一一的美国政府都是善意给台湾 对 那我相信他们是要把我们 就是说希望我们台湾呢 就是跟着他们的步伐 就是反共的力量要更加强大 当然就是中国是要并吞台湾 那可是很多台商啊 他们这个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经济部说在这个川普 他这个要征收上礼拜五的晚间凌晨开始嘛 要征收增加15% 25%的关税的时候 所以台湾的台商是打爆电话 所以在海外的这些台商也好 因为你们洛杉矶也有那些 在中国有设厂的台商 那如果要回到台湾或是他们要转移阵地 有哪些地方台湾的政府是可以帮忙的呢 当然我知道经济部他们有成立一个台商回台投资中心 那他们可以 provide很多的资讯 给这些台商 就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回台投资 对 然后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台商现在已经到东南亚 对 像越南那边去投资 大概是三四年前都都已经开始了 他们已经做了部署跟准备 有有有 那当然我们今年就是一直在push这个回台投资的方案 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好 变成我们的政府很注重这件事情 像这个苏政昌院长 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郭台铭不是说要把天津跟深圳他的厂要回到高雄吗 你要赶快派一个专人啊 专门的team去跟他谈啊 这个苏院长 现在我就觉得 这苏院长跟蔡总统 你们花太多那个知识节的时间在line上面做那个小长辈图 你知道吗 台湾保证法是很重要的 那台湾保证法里面重要在哪里呢 因为他们呼吁要跟美国跟台湾要签fda 这个就是解决我们 就是吸引台商回来 甚至吸引外资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对 这个treaty啊 是是是 这个已经一直在努力 有很多年了 after那个tpp 对 所以这个如果台湾保证法参院跟众议院都这样子 这个零反对通过之后 而且ait还特别把台湾保证法的重点 其中一个就是要常态性的卖武器给台湾 我们的这个台商因为在中国所受到的这个关税增加的伤害 那fda是互惠的 互惠 对不对 那这个互惠的状况 美国人因为现在中国对美国报复啊 对 他们是不是提出了600亿 那他提出600亿 我们这个fda就要赶快进行啊 这个这个苏院长跟蔡总统 我不是要故意批评你们啊 从台湾保证法通过之后 我没看到你们成立一个什么fda小组来告诉我们啊 每天都是我们媒体自己在那努力讲 为什么 这里我可能要补充一下 因为fda他应该是美国跟台湾双边都要同意的 那台湾表现得很积极 那但是如果美国他现在他如果说比较嗯比较啊考虑的比较多 就是没有如果没有像台湾政府这么样积极的话 那我们光是单面的积极也没有用 台湾保证法已经说了啊 说这个参众意愿都说要促成了fda啊 那那再来协会这样说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基础 你就要发动一个游说部队啊 你就要像以前台湾关系法怎么来的 台湾关系法是我们跟友好我们的这个参议员啊 大家最经典的是高华德了 还有其他的所有的友台的友华的这个 当时我们叫中华民国叫友华的参议员 推动出来的台湾关系法就是从无到有耶 如果我们用台湾关系法的经验显示 蔡总统的政府跟苏贞昌的政府跟外交部吴钊线 你们不要去骂人嘛 你们就努力的让驻美的单位嘛 驻美单位来完成这个fda啊 不能这样做吗 我想fda的完成不是只有外交部 还有所有啊 经济部 国贸局 这个而且蔡总统是谈判专家 我觉得还有点是这么好的一个发展 就是中美贸易战 其实签fda是最经典的解决方案 连美商因为他建的东西到中国也要这个增加关税嘛 那他也是一个这个解决方案呢 或许说我财数写钱了没有仔细看报纸了 我没看到 好了来 可能台湾先忙着总统出学 因为我我我这边就是说 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政府其实是很很想要积极的 我们已经非常多年在做 连fda这件事情当时因为要进tpp 所以呢林权政府时代 甚至于在小英基金会里面都有非常多人做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你要曝光度多一点 你要让人民知道 因为人民不像我们专注于新闻报道 你去问人民什么叫台湾保证法 跟他没关系啊 如果台湾保证法可以去买他们家的这个餐厅里面 这个一个月买一万块钱的这个餐饮 可能他觉得这台湾保证法不错 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瑜可以得票的原因吗 这就是这就是民党政府跟人民的沟通有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台湾保证法这么好 你现在在街头上去问 知道台湾保证法的人多吗 当然不多了 大家都只知道 国民党有一个候选人叫大家发大财 我们立刻回来来看看 乔委员会议有三天会议 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展现出海外台湾人 对于这个国家的凝聚所谓的人心的一个重点 其实现在凝聚人心就是要反共产专权 反独裁 要保护自由民主 拜托管你拦着绿的 民主没有了 你还有今天可以做台湾人吗 我不认为 马上回来 今天非常谢谢原从美国洛杉矶回来的乔务委员 温逸玲跟旧金山回来的乔务委员李汉文 两人要参加今天到17号在台北所举行的乔务委员会议 这是一年一度 蔡英文总统也要前去致辞 那在美国特别是中美贸易战 然后在中美关系 美国强制的对中国的威胁美国跟全世界提出反制之后 其实台美关系在这几年是非常的紧密 而且透过各种不同的文件来进展当中 台湾旅行法 让美国官员跟台湾官员可以互相交流 最近通过的台湾保证法 恐怕是台湾关系法 40周年当中的另外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 这个进阶关系 那其中就商业经济上的FDA是我们最想要的 那FDA就是中美贸易战台商 或者是外资要撤离中国的台湾的一个吸引力 那当然这个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请教一下玉玲 你们在美国的台湾人 这个台商也做了一些游说 那接下来这些动作将会怎么样做 而且你希望在台湾的不管是经济部啊 外交部啊 或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有什么样的配合的动作或是措施呢 是的 我们的北美洲台湾商会跟世界台湾商会 我们过去四五年 我们一直都有努力的去做扣门的扣门之旅 去华府扣门 那主要就是从那时候的TPP到FDA 我们都希望可以争取美国政府当局对我们台湾的重视 那你知道我们是侨民 所以台湾是我们的故乡嘛 那其实我们组成这个民间团体的扣门之旅呢 它是还蛮有震撼力的 因为你们是有投票权的啊 因为我们是美国公民 然后我们有投票权 然后我们也有钞票 我们就是支持这些参众议员 所以我们去的话呢 他们都是很热情的接待我们 然后也愿意聆听我们要发表 我们要跟他们讲的这些议题 那我们当然都是针对这个台美之间的经贸的议题来谈 所以这个FDA其实是我们一直都是希望可以促成 所以现在这个台湾保证法 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再更进一步的把它促成 那这是非常棒的事情 是台湾保证法除了常态性的授予台湾武器FDA之外 FDA是解决台湾的这个投资环境对美的这个出口 那可以有相对的优惠 我这是互惠的嘛 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台湾保证法里面还说美国要帮助我们参加联合国辖下的国际组织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国际民航组织啊或是WHA啊 你看最近开会不让我们去 那其他的什么国际文教组织等等啊 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 其实我是觉得这些不只是嘴皮啊 美国人会只指于嘴皮吗 当他一个通过一个国内法的时候 那台湾关系法就是这样40年保障了台湾跟美国的实质交往嘛 所以要请教汉文 那台湾关系法里面要我们参加国际组织 那我们呢在这一股的友善的力量之下 怎么样让台湾 因为平常讲世界最大的一个盟友还是美国了 没错 我们怎么样让这样的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加台湾保证法的这样的一些支撑之下 让台湾第一不被中国排挤于国际社会 第二怎么样让台湾的民主跟国际参与能够提升呢 我想这个怎么样让台湾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国际社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台湾自己国内的人民自己要努力 海外的侨胞也必须要大力的帮忙协助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台湾人民的声音还不够还不够不够强烈心的分裂啊 对所以这就削弱了 有人说你要用中华台北去参加 我们说我们台湾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啊 不让我们用中华民国参加 然后有的国民党的人就说那你就用中华台北那叫降低 那叫中国台湾那个叫一国两制耶 所以就是说因为这样子不同的说法就降低了台湾的团结力 也因为降低了台湾的团结力 所以也就把台湾在国际上面的舞台的亮点 也就被就是说西式化了 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台湾海外的侨胞是怎么样帮忙呢 我们怎么样帮忙就是说尽量把台湾的声音发出来 我们台湾就是海外的侨胞呢 我们就不在这些什么国家名称上面去纠葛 我们就是以我们是从台湾出来的 OK我们在所有的侨居地 我们都是当地侨居地的公民 我们有我们的影响力 就是像刚刚玉琳讲的有钞票有 有投票权 我们就是说尽量把台湾为什么应该加入联合国的NGO组织 包括Coco你刚刚提的WHA 会议 对对对 我们把理由讲得非常简单 国际情组织 还有这个国际民航组织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透过媒体的报纸 中文报纸 英文报纸 还有游行 还有践行活动 还有记者会 等等 我们努力去做 还有邀请美国的主流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记者会也好 或者透过各项的活动也好的推动 让就是说美国主流能够帮忙我们发声音 最重要大家也说 美国不是中国跟台湾的战场了 不要请教乔务委员里面 乔务委员现在大家都齐心一致吗 是有人会被折后腿 以前有折后腿 以前有乔务委员回来 他会开完以后跑中国大陆去 见高官 然后回来又 后来被取消资格是不是 是的 那现在状况呢 现在状况如何 因为温玉玲 温玉玲是第一届 对 现在状况 我先讲一下我们旧金山 你讲一下南加州 在我们旧金山就是说 自从那个事情发生以后 那乔委会当然就有做出积极的处理 然后重申就是说 有做会长的 或者是有乔务荣誉之人员的身份 要遵守哪些规定 因为这些规定是以前就有一直到现在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 非常的小心谨慎的在遵守着 所以现在那些 这个想要跨红线的跨底线 回台湾开完会以后 跑到中国去被统战 这种乔务委员 还叫中华民国政府的乔务委员 玉玲 我们洛杉矶的桥界 因为我们洛杉矶很多很多的桥民 所以我们的乔务委员代表的都很多元化 我们有台桥新桥 也有传统桥社月简寮的代表 跟韩华的代表 所以各个族裔 那我相信大家 有经历了过去这几件事情 大家都会心向我们的 心向台湾式的 所以这一次你们来有被告知吗 没有没有 就是很自然的 不要被邀请到中国去被统战 我觉得被统战不是罪恶 而是你要知道 你的身份是什么 那我也没有说要反统战 但是至少你要发声 你要你被统战被利用 你要有尊严的表示反对 谢谢谢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